各位好,现在是下午2点34分 今天我们有港股即市分析 明天就是假期,我们有个长周末 大家不知预备了什么节目 我讲题是中仁香港2388 需要搜寻在23.5毛半关口上 中仁香港就是过去的周末 就是大家最想我和各位重点分析的 这是第二个股份 由于是25%的投票率 也提提了 明天中午12点就开始新一期的投票 硬一点,我要提早收市 提早给大家投票 记得到Youtube频道去投票 这个日线图 平均线请低分剥形势 全面利淡 股价比13条线更低 今天还未收市 连续第四个加日,阴热 连续第四个加日,跌市 已经成交了这么多 肉眼看了多个昨日 看清楚是不是多个? 92 已经多个昨日 即是不理想 除非收市 不一声上回来 一个随头利好转肯形态 很长的脚 就是理想 即是单日转肯 暂时忙买难点 辅助分析指标 OBV 这个低位 是50 54 27 55 现在的OBV 是59 是比较高 不认同 并不认同 向下跌破 5月3日高位 低位 23.85 支持 并不认同 OBV 辅助分析指标 DMI ADX低于20 所以没有参与价值 这是日线图形势 日线图上 我们都可以 不是水平线 应该说 这条叫做 趋势线 这一点高位 拉点高位 这个就是阻力 很明显 GX很明显 有阻力 阻力线 支持线 当然是看这一点 支持线图 支持线图 是固定的 支持线图 成长就是这样 好 这个日线图 周线图 中期形势 都是三阳线平均 整个分辅形势 都是全面利淡 今个星期 今天是最佳佳日 虽然少佳佳日 但是 成交也不算太多 到最后 等于八成左右 正常的 5个星期 是什么 是 阴烛 兼跌市 第五个星期 很难走 可以了 还有这么短时间收市 接下来 也是5个星期 阴烛兼跌市 OBV 这个OBV 看看 这里是正7356 正7356 现在这刻是穿了 周线也穿了 这代表什么 刚才又不穿 这代表短线有机会反弹 有较大机会反弹 短线开始有迹象反弹 中线依然不可以 就是这样 辅助分析指标DMI 是利淡的 因为正DI 就是负DI 在一开始 我和大家提到一个价位 就是23.5毛半 就是这个位置 23.5毛半是去年10月下旬 即10月28日结束星期的低位 但是 今天星期 今天 最低 暂时又是23毛半 哇 真正在遣守 穿不穿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如果穿 就 不理想 较坏的打算 应该不用挂 这个低位 拉一条线过来 如果较坏的打算 就这样 就这样 下个星期 就应该是22个多 都没有人没有机会 较坏的打算 就是这样 再坏的打算 大家都不想见 就是这样 是不是 较坏 较坏 也可以这样 是这样的 下降通道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们有三条线 这个就是周线图形势 月线图形势 平均线正在分布形势 5月平均线跌穿 20月平均线 50月平均线支持 正式失守 不算正式 因为今月未完 如果今月完 是守不到一条 50月平均线 即是粉蓝色那条 暂时在23.99 才落上面 今月最后一天 看不到这个位置 正式失守 后市又是一样 另外 今月 今月 阴足 到现在 今日 今日只不过25日 未完 今月的成交量 已经过了 过了上个月 不理想 OBV 跟股价一样 向下走 辅助分析指标DMI 都是离淡的 是不理想的 如果画一个下降通道 也可以 一样的画 如果画一个下降 就会这样 长期的支持位置在这里 我们看完平均线 成交量 OBV DMI 上升轨 下降轨 下降通道 那些时候 我们来看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先打回二三八八线 由日线图看起来 我们又是这样一看 再改个指标 我们看什么 配加通道 SCR RSISTC MACD 我们就看这几个 很快地看看 先看的是日线图 日线图上面 一二三四五个指标 五个指标都是离淡 那怎么可以 短线图 不要碰 五个指标 都是离淡 即短情细 就显向淡 这只不能碰 短线图 不要想到这只 那想到哪些呢 我在这个 即时短手攻略中 给大家了 如果你是Plantium 或者以上的级别 的订户 你会看到的 今次我会告诉你 哪一只 如果不是 你只是高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就是 补月费 补年费 可以提升的级别 在自己的设定 那里 接着 到 约周线图 也是全部离淡 也是没有让领 也是不适宜 短线投机 也不行 中线投资 也不行 长线行不行 长线 五个朱记述 分声指标 都是你回答 短 中 长期皆不宜 这些股份 刚才我提到的位置 就是23.5毫半 这个 这个 这个低位 如果失手在下面 很明显 要看这个位置 在哪里 中长线 2021年9月低位 21.07元 即是挺差的 既然短中长期都兴唱 但我们再看远一点 即是有心理准备跌多少 那怎么看呢 我们可以 再看下 这个就是 由这个低位 2020年3月低位 16.489 升到上去 2022年2月高位 31.62 0.618倍量度跌幅目标 是的 22.269 这个位置挺重要的 如果这个位置搜不到 我们先看这个位置 先看21.07 原来 0.618倍的位置重要 或者用另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 如果你不想它跌到 21.07元 先附近 就要搜到22.269附近 如果这个也搜不到 那当然 21.07 21.07元 都搜不到 那我们通常是看什么呢 通常呢 我们就会看之前的低位 就是2022年 2020年 2020年 9月的低位 17.678 但是通常这些位置 都未必有支持 直接要看 这个 长期升浪的起点 16.489 可以跌到前边 2022年 2022年 2022年